没想到 你看我朋友把我带到了 阿犹塔亚就是大城府 然后来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方 春风迎面吹来的时候 我就站在你的身后 就好像春天正在把你推向我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朋友会把我带到这里来了 酒居城市看着都是钢筋水泥高楼大厦 而来到这里以后 你看眼前的这片绿色 是不是让你的心一下子就进了进来 而且耳边围绕的都是鸟鸣 非常非常的舒服 这家店呢非常的有特色 它的店名叫Lana 你看身后有很多的这种小吃 咖啡店 果汁 泰式奶茶 来一杯啦 满满的把我最爱的插条 也就是泰式奶绿带上 我们去那坐着看风景喝奶茶 在我身后的这一片呢 就是一片的水到地了 店家是依地而建 把很多的这种设施 建盖在这里 不管是家人情侣 或者是三五好友来到这里 休闲放松 也真的是很不错 而且这里真的很凉快 这个凉风吹来 哇 你看我身后的这个尺道里面 好多鱼 而且人过来以后 它们就会习惯性地过来 应该实际上有人喂它们 所以它们都知道 人过来了 可能就有食物了 闻着道香顺路而走 一步一步 如此的踏实 都说登高望远 我现在呢 是站在了整个餐厅的最高之处 这里搭建了一个这样的 一个木头的草亭 你看我身后这里 一路之隔 那边呢 就是陈济之路 从那直直地再往 那边一直走 那就是大城府了 整个餐厅的这个眼前 你可以看到都是一片一片的绿色 非常的舒服 周末休息的时候来这里 休闲休闲 哇 真的很棒 纵横交错 或圆或方 最简单的线条 构架出了最特别的几何美 咱们老家有一句俗语 叫做云南十八怪 草帽当锅盖 你看我上面这个 又可以作为草帽来带 又可以作为蒸饭或者炒菜时候 放在锅子上的锅盖 所以越是民族的 就越是世界的 在这里的 所有的这些装置艺术 真的非常的用心思 因为它都是用最简单的 这些设施设备 然后搭建成了 一个个可以作为拍照 很好的景点 你看我身后的 那个稻田里的那种框 它就作为了一个画框一样的 那么人在那 你一拍 就犹如了一个天然的画框 把你框在那里 真的非常的 设计很强妙 还是城里人会玩 今次的行程 特别感谢张老板 带我来到这里 因为只有城里人 找得到这样的地方 好了 我是牛仔酷 我现在在阿犹太亚 大城 我们下回再接着看 别的好玩的吧 拜拜 拜拜